Hello 大家好 我是演员李博文 在《陈其林》中饰演的是宋兰 宋兰这个人其实比较高冷 然后不太善于去表达自己 他自己心中有自己坚持力的证明吧 对 《陈其林》中拍摄其实 因为宋兰这个角色比较不够演笑 然后我们拍摄的时候 我的因为我变成鬼脸之后 会有一个大大的美同要态 然后每次单位 那个过程就特别痛 然后我们在现场 我们像一成组三个人在一起联系 然后他们来经常就在现场看着我 必须带美同 然后我就边带边哭 因为美同特别难 但我没有带个美同 然后就需要我们的特化 那个特效装的小姐姐来帮我 反正基本上就 就因为美同的事情 大家基本上在现场就看着我就乐 我觉得白月光确实也挺像 宋兰的一个测写吧 因为宋兰就是一个 不太喜欢去表达自己 然后外边比较冷 但内心其实还是比较火热 比较正义的一个人 对 首先呢要特别谢谢观众 对我们整次年的关注 也谢谢对宋兰的关注 因为这部戏确实是我们很多工作人员 我们大家一起在一起 可以花费了很长时间的心血 所以特别谢谢大家 通过去关注这么一个戏 然后去关注大欧这个演员 那么这部戏其实给我们自己 给我们演员自己带来 也带来很多很多很多的台片 通过这个角色 我们自己也去成长 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陈青令 对 其实我跟宋兰 我觉得他们挺像的吧 都是比较高冷 然后不够烟效 对 但在组里我们私下 私下跟语言在一起 我就会别的 我觉得可能是跟周围身边的人有关系 像我跟小新城 还有薛阳在一起 其实我画作很多 就喜欢跟他们一起聊天 宋道长 就是该说的话 抓紧时间说 不要等失去的机会 可以选择两个都见吗 可以 我就会接给他们两个人 他们两个人 薛阳鬼主意那么多 肯定对吧 也不缺钱 小新城我最好的朋友 肯定接 肯定会接 薛阳考虑考虑吧 其实我觉得 你要真的过程商 先可以拉微博 然后可以看我的表情 然后其实就会换你很多 但我觉得 如果真的是 看到你们觉得泪眼 就非常想哭 就当下就觉得想哭 那就哭吧 哭完了以后 你又可以面对新的 新的剧情了 我觉得哭就是当下的一个 真实感受 不用那么难过 请你们善良 宋道长已经很惨了 请你们善良一下 如果我们俩真的是 一人一只眼睛的话 你们会觉得 这两个人怎么这么好看 一人一只眼睛跟 独眼容易啊 其实 我后来 因为我最早 最早听到网友说 你们俩要不要一人一只眼睛 我后来觉得 这个主意好像真的挺好 但我后来想 要真的是一人一只眼睛的话 你们就不会觉得 是明月晴风小新城 澳洲凌霜 松起成 对我觉得还是 有残缺的美感会更好 对 你们肯定也会更喜欢 我们这眼睛的小新城 我很喜欢 而且网友 特别喜欢 傻我一些 面目标 面目标情 管理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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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 对 没关系 都发给我 我会保存 我最喜欢用的是 我在白酒阁 脸子被薛阳墓虾之后的 那个 对就是我们上在 天津健康会的时候 放的那一 生活中我跟宋兰 其实也挺像的 就高冷不顾眼笑 我是一个高冷 高冷的人 对我的粉丝都知道 这个事情 身高 身影 吃不胖 做演员 其实因为做演员 可以接触到 你可能 就如果我不做演员 我可能接触不到 这么多的角色 和这么多不一样的人生 我觉得你体验过 这些不同的角色的成长 你自己其实也是会 跟着他一起成长的 所以我特别感谢 演员这个专业 也感谢宋兰 带给我们自己的一些感觉 我的理想型 理想型 就笑起来特别灿 特别阳光的女孩 运动 我比较喜欢游泳 骑单车 然后最次就 开始玩滑板 对 好知身材 其实就 捆住嘴 迈开腿 少吃一些 热量比较高的 年份比较高的 然后很多运动 对 他们说 那你一生片 你会提到一生片 你会想什么歌吗 我第一时间就想这首歌 你是我的眼 就是我的好朋友 把他的眼睛给我了 然后 我觉得这是一份 友情和信任的传递吧 到最后我也会背负着 他的信任 然后还是一段新的旅程 对 就这首歌还是挺赞 然后希望大家 多多关注我们一生片 一生片的主题曲 《孤城》也非常好听 你们一定要去听哦 这首歌其实就写了 我们一生片的整体的故事 然后 然后做的很精彩 做的在这首歌里面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 谢谢大家喜欢松岚 我是演员李某文